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二十年前塗鴉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人對塗鴉是不懂的 在塗鴉的時候 開始有人在話的時候 開始會被人家罵 然後那時候開始就罰款三千塊錢 我從塗鴉開始沒有被討厭 到被討厭 到我們後來把它改變到 讓大家喜歡它 變公共移宿 現在在西門町這個地方 塗鴉已經是變成西門町的文化精神 所以會看到全台灣唯一合法的四區 它有合法的塗鴉區 有練習的地方 有展示的地方都有 指則是種藝術形式 燃起大火手 像這個地方都是荒廢的 以前都是流浪漢跟遊民 還有中錯吸毒的 我們後來就是進駐這個地方 我們就把所有的牆面全部做塗鴉 做完之後加熱很多人拍照 因為塗鴉一開始是學 都是從歐美國家開始學起 跟老實一樣 都是用ABC的肢體開始 那我們希望開始有台灣自己的圖像 就自己圖像 還有台灣的文化特色 比如像台灣我們有原住民文化 我們有格仔西文化 我們有八家將文化 我們只能把這些文化 結合到創作裡面去 而不是只有在寫ABC這些字體而已 當然這些字體 英文字體也是圖鴉的精神 這是不可以不見的 因為圖鴉是從字體變化開始 可是或許我們可以用漢文 像我們有繁體字嗎 我們可以繁體字 然後跟圖鴉做結合 然後結合台灣的一些文化特色的圖像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台灣現在還收到其實抓到就罰六千塊而已 也是因為這樣所有很多外國人喜歡來台灣 台灣的圖鴉接受度 我覺得現在比歐美國家還要好 那只是差在於技巧的部分 沒有歐美國家這麼長久的一些經驗 可是台灣現在開始接受圖鴉的時候 歐美國家更多人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的交流很快的台灣會變得更漂亮 天空已經在台